她是武林中的大宗师 传说李小龙未必能打赢她 曾在二十二岁时 以一手赛李佛拳打赢泰拳高手 获得东南亚拳赛冠军 她们生片及海内外 一生豪气云天 不看重金简 却在庄年之时因金简而喪命 她就是江湖总教头 谭声 1952年 谭声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贫困家庭 在哪个年头普通人能活下去 以事不错 对于教育拼不重视 更不用说谭生家借种贫困互了 因此谭生早早地出社会 为家里赞取零花展补贴家用 导致目不自定 六十年代中期 十来岁的谭声就到繁花的环仔 当起了外卖其手 她虽是贫富出生长得不高 但却有着虎背红腰 有着天生神力 那年头外卖其手的自行车 如现代这种轻量化自行车不同 她是狠笨重的 送餐的盒子 更不是现在这种这种泡沫盒子 而是一个里面装着几个热菜的大铁盒 为了防止送货上楼 放在楼下的自行车被人偷走 谭声尝尝一手拿着装满菜的大铁盒 另一手提着笨重的自行车一起爬上楼 尽管拿着借搬宠物 她却能见步如飞 使得许多路人燃料都参目烈舌 谭声虽是文盲 但对武术却是非常痴迷 妥妥的一个母亲 在送爱浴之前 就在元朗的李秋武管理学习赛理佛权 为自己日后的一番成就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由于工作原因 就找了加利自己工作地点 近的赛理佛权拳馆 缩短路程增加自己打拳的时间 每天都是下班后就到拳馆报道 在拳馆里要骂练锁 要骂打木人庄 上年雷月下来谭声练就一身肌肉自然不在话下 据说 拳馆场面上的污渍多是由谭声的汗水飞舰到上面才形成的 可现其对武术的痴迷 而谭声加入的者家拳馆可不一般 拳馆馆主正是 北升赛理佛权 宗师谭三的危子谭彭飞 在此不得不说说者个 北升赛理佛权的由来 赛理佛权于1836年由江门武师镇响所创 他由和 赛家拳 李家腿 佛家长 以三位授业因斯的第一志来命名的拳法 在国内拳法界有极高的地位 武术界更有人称 北有太极 南有赛理佛 镇响的门生弟子众多 四处开设武馆教人拳法以及艺术 广东开平人谭三便到了广州年花井的红星馆 你学得一身赛理佛权 谭三可是一个练武奇才 后期一身武功大胜 后期一身武功大胜 遵致化境 回到了谭家池开设武馆 拼以授业的武馆命名名为 雄姓武馆 开了武馆的谭三 却感觉自己能把蔡理佛权 佛辉出更大的威力 经过研究 他改良了原先蔡理佛权 你腿法的不足 功力更成 怨近敏明 由于与之前的蔡理佛权有所不同 在众多徒弟的支持下 谭三将原本的 雄姓武馆 改为北升武馆 因此谭三被称为 北升蔡理佛权 的宗师 正所谓 虎虎磨犬子 谭三的危子谭彭妃 自小跟着父亲年母 自然也不拒差到那里去 言贵正传 谭星在谭彭妃 借人确实是武功精进 但由于他与谭三一样 也是个年没奇才 未几年后 就觉得在这样年下去 也没有杂摩上升空间 常言到 龙生狗子各有不同 虽然都是谭三的传人 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 在某些方面总会有强弱的勾别 于是谭星又找到了 谭三的另一位的传弟子 伦之 同时学习赛理佛权 谭星却先后拜了两位师父 看起来是狠不厚道的 在武林之中对于这种事情 那可是人人唾弃的 这行为再无异于 在说前面的师父不太行 但谭星只是个武痴 更是为了武功精进而拼无他想 伦之为人也比较开化 再看在谭星对于武术 那份痴迷的份上 想守下谭星 又为了拥护谭星的名声 直接当了他的干爹 这样也算是顺理成章 在伦之的教导下 谭星的武功更进一步 将一手赛理佛权连到了大圆满境界 不到二十岁的年寄便 在伦之的拳馆内收起徒弟 教人打拳 相信看过 热问二 的人都有看到过一幕 热问想在当地开拳馆 就需要与当地其他拳馆的拳师 来一场割凉 当年空手道大师高桥界便 开了一家武馆 谭生上门随手展示一下 自家武馆的实力 一脚踢断了高桥界武馆 你的木人壮 在武林中 一脚成名 随后苦多学拳的爱好者 纷纷成了谭生手底下的学魂 如演过 包青天 李的 展昭何家敬 碧豪 李的主演呂良慧等等 更有许多后来运即刻帮的大佬 皆跟谭生学过拳 作为武者 私底下比武那是尝试 谭生作为顶尖武者 对此也是家常便饭 但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 彼时的香港电影中 受李小龙影响 功夫片迅速挖起 谭生也因此成了片场的武术指导 1972年 谭生在片场偶遇红得佛指的李小龙 由于工作需要 谭生得与李小龙对练 双方在片场李你来我往 虽只是简单的一个过场都没佛挥出真本领 但手头上都有真功夫 一个拳打一个脚踢 谁也赢不了谁 这下在武林中谭生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其中有不少人认为谭生可以战星李小龙 1973年 在伦之的鼎力支持下 谭生到新加坡参加了东南亚国术比赛 可碰巧的是谭生在比赛时感无聊 要知道 扎武之人体格健壮很少悔生病 但只要一病起来就会比各严重 普病上场的谭生一路披荆斩击 最终对上了来自马尼的泰拳选手咕噜三味 泰拳一直都是杀伤力各强的拳法 但比无除了比 勇之外也比 知 重病之下的谭生 面对咕噜三味的泰拳拼无一丝协议 他以掌防守射力 以拳进攻 又以腿做到攻守兼备 咕噜三味一时间拿他没办法 谭生找准时机突然发狠 一阵乱拳打得咕噜三味只能严防死手 可乱拳指示虚招 真正的大招式藏在暗中的那技鞭腿 踢得咕噜三味后退素步 接踵而致的便是一阵阵 拳宇 最终21岁的谭生 带着重感冒拿下冠军 值得一提的事 在此前的两年间 在同一个赛事上 十四期的双花红军 郑慧敏连续两年拿下了冠军 但说到谭生 郑慧敏尝尝他比起自己的大拇指夸赞一下 1974年 赢得拳赛冠军的谭生 回来后开始了电影事业 成了电影 铁掌连环拳的主演 红金宝的师兄弟 袁家班 的袁华 袁彬在此片中成了他的配角 可现谭生当时的名气之大 再同年 谭生又收到邀请 到欧洲主演 巴黎晒手 在现在看来 这部影片的阵容十分强大 几个龙套演运都是现在 各位知名的几位 如五马 石天 袁彪等等 也在这次拍电影过后 血气方刚的谭生在巴黎街头 如人起了冲突 被捕入狱 不管杂摩地方的监狱 都像是荒野重林 在里边想趁王趁霸 要骂是在外面道上 原本就很有势力 有大把手下跟着 要骂就是自身的武力足够强悍 当然更多的船是前者 身材不高的谭生 比起里边高大的黑白猛人就如 鸡立鹤群 可没多久谭生就用手中的拳头 告诉他们杂摩叫做 虽然不是黑道中人 在道上却狠吃得开 他在海外的鸣声拼不雅于十四旗的 荷兰教父 二中 火麒麟等人 1982年 思向深切的谭生重回香港 拼开起了武馆 由于名声在外 虎多黑帮大佬纷纷带着马仔来谈声 借人学权 在此不得不说说黑帮社团与拳馆 一直都有物不可分的关系 就如新义案的 龙头家族 学的是赛莫权法 向华强的师父留愿成便因此被专称为 龙头教官 八九十年代 曾打商镇慧敏的新义案 总教头 骚龙 便是开拳馆教太拳的 拜在其门下的虎多门生 纷纷加入新义案 为新义案增添虎多打手 在更久远之前 就有 北星赛里佛权 第二代传人 卓浩 鬼脚潘 的潘林仓立联英社社团 座下十八个 政治杯 的弟子号称 潘林十八正 个个能打 明操一时 也就是说 虎多拳馆本身就是黑帮社团 亦或者来学权的学运多贵去加入黑帮 借一点周星辞在他的电影 新征武门1991 里面就曾嘲讽过 当然 来谈星借人学权的人也不例外 苦多都是江湖中人 谈星也不拘泥这些 他广交豪杰 用心调教 只要肯学他就肯教 因此谈星的拳馆热闹非凡 成了江湖人士交流的地方 也因此 虽不是江湖中人的谈星被专称为 江湖总教头 谈星除了是个武痴 他船有另外一个爱好 那就是好赌 起初他常常去到澳门玩两把 到后来越赌越大 靠着自己庞大的人物资源 甚至船与人合伙成包了个贵宾厅 在哪时候能包下贵宾厅 可以说是第一批吃旁鞋的人 可借搬顺风顺水的谈星 本身又是一个对金展不慎在意的人 身边狐朋狗又又多 赌厅里赚的展有些用来招呼各路猛人 有些却被自己输了出去 到最后境所静磨己 并且经营赌厅与开拳馆是两个概念 开拳馆不常去出现利益上的冲突 可日进斗金的赌厅就不一样了 龙大的利益狗屎下 谁动了谁的蛋糕 那就是一番龙参虎斗 谭星就曾因为江湖恩怨住院数个月 据说是被人偷襲骨折 即便是正面单挑无敌 对于有心人也是 甘之难防 出院后谭星回到香港 萧亭未多长时间 又怀念起了在澳门那日进斗金的快活日子 恰巧听江湖中人谭到去越南发展赌业的项目 谭星早年也曾去过越南 在当地亦有门生 怀着一腔热血 谭星联系到了越南方面的人 又找人借了几百脈的启动资金 准备南下大干一番 借他展的这个人是他的门生 此时已是一方大佬 燕多自广 听说谭星要去越南阀展 认为是个骗局 一直劝了 但单准有自大的谭星 凭不认为自己有借摸好骗 凭不人圈 到了越南后 谭生手头那不具额启动资金 被当地的联系人私吞 找上门后对方指示拖延时间 让谭星回酒店等消息 在两天后 谭星正要出酒店再次上门追讨 那不知今时 停在酒店门口的一辆汽车 以飞快的速度冲向了他 谭生吓死而降 可怜这位名头响当当的江湖总教头 年近四十来岁 就因为过于相信人 过于自负而命桑黄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